麗晶那裏就是六座那裏 多了一宗個案 都是同一些單位的 就是我昨天說的那個初步陽性的個案 暫時就沒有其他確診的個案 另外也想說一下 其實我們都留意到有其他的大廈 都有一些多個案的地方 最近那幾間就是 黃大仙的龍判苑的龍山角那裏 都有三宗個案 就是三個單位 第二個就是大埔港福村的港治樓 那裏就有五宗個案 就牽涉三個單位 另外第三個就是這個 觀塘寶達村的達二樓 都有七宗個案就牽涉三個單位的 那這些我們都會安排 派了些瓶就給那些居民就看一下 有沒有一些特別的情況 那另外就昨天我們在 麗晶一些小市單位 就是那四個單位裏面都拿了一些樣本的 那拿了22個樣本 都是有一些陽性的個案的 那是包括一些 地下地台一些 就是在那些渠口 或者是在一些渠面 那些喉那裏 一些表面那些樣本 或者是在一些廁所的抽氣線那裏 那裏 或者是廚房的地下 那個地台的drain那裏 那這些那個CT值就非常之高的 就是三十七八 就是很高的 但是都是檢測得到 都是陽性的個案 都證明其實都是 就是有個個案在那裏 都可能對於一些環境 都會是有些污染 那而 就是在那個 抽氣線面那裏都找到 那可能都是代表有一些 就是可能在廁所裏面 有事物封的時候 有些氣溶膠 有機會是在那裏都會找得到 那有一名59歲的女病人 昨天早上因爲發燒和頭痛 去到瑪麗醫院的急症室那裏求醫 那之後我們安排了 他入住內科病房的監察病房 那病人胸後退役的樣本 當時呈現陰性 之後我們就安排了病人 轉去普通的病房 同日的下午 病房就接到衛生防護中心的通知 知道病人在12月8號 在普通科門診 也都留了一個心後退役的樣本 那樣本的測試是呈現陽性的 那院方即時安排了病人 入住隔離病房 還有再幫病人安排測試 那相關的測試是呈現陽性的 我們也都進行了接觸追蹤 那之後有6名病人 在同住同一格的病格的病人 會被界定為密切接觸者 其中5名的病人 我們已經安排了隔離 同時間我們幫他做檢測 全部的結果回來呈現陰性的 我們就要看 我們再次練習 我們再次練習 在不知的病房 在不知的病房 我們在不知的病房 你也知道 我們在不知的病房